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讨论围绕三中全会前中南海对官员的政治动向以及反腐败行动和其背后的政治意图 总结一下,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他的前任魏凤和双双落马显示出中共内部的反腐力度再度升级 然而,这背后不仅仅是单纯的反腐,更是中南海在三中全会前为了巩固权力和打击一击的政治手段 尽管中共宣称反腐压倒性胜利,但从实际情况看,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领导的中南海通过高压手段和党舰强化,试图维持党的政治权威 然而,随着经济持续不振和社会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加剧,这种权威显得越来越脆弱 因此,中南海需要在三中全会前通过反腐和政治纪律来确保内部的政治团结,避免任何挑战现行路线的声音 欲文世界三中全会前,中南海对官员在勒紧政治绞索 美国之音邓欲文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近一年后,当局终于公告了他的所谓罪行和处理意见 及与其开除党籍军级以及取消陆军上将军衔的政治处分 这个结果或许并不出乎外界预料 不过,李的前任已经退休两年的原防长魏凤和也出现在和李遭同样开除待遇的腐败高官名册里 多少让外界有些亚裔,尽管在李出事后舆论一度传出魏设火箭军的腐败案 但今年春节当局对老干部的慰问,魏已在列熟悉中国政治事务的人都知道 这大概表明魏已经没事了 同时流传的魏春节回乡和老同学聚会的影片 似乎也显示他在酒桌上的神情并不沉重 不像李,其实也不像绝大多数落马的官员 为此番被查没有一个前奏,先宣布他落马 过段时间在公布所犯和罪集处理结果 而是直接进入高潮和李一起同时宣布受处置 当局这样做是其内部事情 但有一点则在清楚不过中共有腐败嫌疑的官员 一抓一大把,就看抓不抓 李和魏是前后两任防长兼国务委员 魏列富国籍,魏虽在胡锦涛时代发迹 然而被提为防长兼国务委员 是在习近平时代,李更是一手被习提拔,视为习之亲信 两位军队要员先后出世,如果再加上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以及一大队将军 你会觉得军队大面积的腐败现象是个别和偶发的 落马高官数量跃升彻底说明了当局反腐失败 可笑的是,当局早早宣称反腐败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从落马官员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来看,确实是压倒性的 但却一点都称不上胜利 如果真的是胜利,应该在某个峰值之后被查处官员逐年下降才对 而不是逐年上升,而且是快速上升 后者表明腐败越来越严重 当局到2022年二十大召开前 反了十年府,抓了大批腐败官员 在二十大前的几年,落马高官的数目似乎在下降 然而这种情况二十大后逆转 2021年,被查处的中管干部有25名 2022年增加到32名 2023年又大幅增加到47名 其中包括三名省部级官员 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跃升到37名 其中省部级官员7名 被查的官员有退休多年的 也有现任在职的 还有退居二线的 领域也是遍布个行业 此种情形彻底说明 当局的反腐败是失败的 失败的原因不是他没有认真去反腐 而是在一党专政乃至一人独裁之下 是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的 更不用讲去消灭腐败 道理简单得很 党专政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腐败 个人独裁,则是腐败的绝对形式 皇帝不受任何制度 不管是成文的还是约定俗成的 约束以为通过强力反腐 可以让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员 不效法自己 成为一个个小皇帝 连接亲民 勤政干事 实则是办不到的 当局12年的反腐 已经表明了这点 然而 当局吹嘘他探索建立了一套 有效意志腐败的机制和体系 尽管如此 反腐失败并不妨碍中南海 把它用于排除一己 打击政敌 个人效忠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李尚福和魏凤和的案例中 官方新闻稿 出现了过去罕见的 几乎相同的表述 两人 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 背弃初心使命 丧失党性原则 直理 信仰坍塌 忠诚失节 只为其行为辜负党中央 中央军委信任重托 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 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 直理 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 只为给党的事业 国防和军队建设 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 造成极大损害 性质极其严重 影响极为恶劣 危害特别巨大 差别只在上面标注的某些用词上 这种带有政治判定的表述 当然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政治需求 从李 为二人的处理结果 在三中全会前不久 且和政治局会议同一天公布来看 这个政治需求 明显和三中全会有关 中南海害怕三中全会出现 要求检讨政治路线 不止李 为今年被查处官员的数量之多 事实上也可从这个角度去观察 尤其最近两月 几乎到了没两三天 就有一个中管干部落马的地步 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 为何当局三中全会前 刻意在反腐上显示 零容忍态度 这不排除中南海 已侦查到党的干部队伍 特别是高级干部里 对现行政策的某种不满浮出了水面 会借着三中全会这个场合 非以中央的大政方针 甚至要求检讨目前的政治路线 如果在全会上出现这种苗头 即便被当局强力压制和扑灭 对中南海的权威 也是一大警讯 而要避免此种情形 不让三中全会 开成对中南海政治路线的检讨 就当局工具相中的打击武器来说 还是要抬出反腐这一招 多承办几个所谓的腐败官员 这是中南海对官员上的一根政治角锁 但是只有反腐 可能还下不到一些官员 且打着反腐旗号 要让党员干部不说话 也显得不那么合理合法 中南海还有另一政治角锁 即用党建尤其是政治建设 强化对干部群体的纪律惩戒 外界看到 政治局会议当天 24名权力体系的成员 也就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进行第15次集体学习 习在主持学习的讲话中强调 党面临的 四大考验 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全党必须拥保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为有效途径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如何推进 中南海的办法是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政治高压烧松懈 政治权威基座将松动 党的建设曾被毛泽东捧成 中共打天下赢天下的 四大法宝之一 而所谓的党建在毛看来 不过是把中共改造成一个 没有半点个人自由意志 听命于毛的毛氏政党 这样党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和战斗力 中共共产革命的胜利 确实证实了这一点 吉毛对中共的改造是成功的 如今 中南海一葫芦画瓢 要再次捡起这一手 某种程度上也成功了 党内派系被清除 意义被压制 反对是不可以的 在所谓统一思想 和集中统一领导之下 形成了一个新的独裁体制 但是 中南海的新独裁 和毛氏独裁的不同之处在于 后者权威的确在党内 得到了多数自觉的拥护 且那时 中共和他的党员 还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成分 当然 毛能做到这点 条件是 中国处于一种锁国蒙昧状态 然而 现今中南海的政治权威 并不是靠视 公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让党员自觉服从而取得的 相反 靠党的政治纪律 压制不同意见 打击不同政治势力 才得以建立起来 但这也就决定了 其政治权威内在的不稳定性 只要外部的政治高压 稍稍松懈 政治权威的基础就会松动 很容易坍塌 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强调政治学习 政治建设 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 不幸的是 对中南海来说 由于经济持续不振 和社会弥漫的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其政治权威也在快速消退 此次三中全会当局重举改革牌 目的是提振全党 以及社会对当局的信心 但这也就给了党内不满中南海的力量 一个合法要求 检讨党的经济路线 甚至政治路线的机会 这会不会让会议起某种变化 越出中南海事先对会议划定的基调和掌控 当局不能不对此保持警觉 并用党的政治纪律来约束全体党员 特别是高级干部 因而 外界也就看到了当局的上述动作 打着反腐和治党的旗号 从正当性来讲 让党内不满势力不好发作 既旦被扣上反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进而是反党的帽子 假如有官员不怕被戴上它 还有腐败这顶帽子 等着扣在头上 从政治现实出发 在这两顶帽子或两根脚索面前 难以想象 有官员还敢在会上公开挑战现行路线 而中南海要的 就是会议上假装的政治团结 不能有非议声音出现 如此 三中全会将被当局宣传为一次成功的会议 中南海的政治权威 再次在全会上得以印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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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